大家好,我是小天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中秋佳节 一年一中秋,一家一平安 清风明月,人间凉尘 在这里小天祝愿所有的粉丝家人 嘉兴百合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还有一件十分令人开心的事情 就是虎子终于回到咱们农舍了 虎子回到农舍以后 也算是跟以前悲惨的生活彻底说再见了 所以说我想 把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团圆的日子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就是咱们虎子的重生之日 也就是说今天我想定义为虎子的生日 我今天下午也是去超市买了这么多的食材 准备给虎子做一个生日的蛋糕 因为虎子加入咱们新农舍以后 还是需要一个仪式感的 这会儿食材准备好了 准备给虎子做生日蛋糕了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 我就是一粒种子 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 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 等到有一天你慢慢长大 也许我的只敢找一干苦 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 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 我知道你的辛苦 明白你的付出 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 我们都不善表露 可心里全都清楚 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 可是说不出 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 给你我的祝福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 可是说不出 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 让我牵肠挂肚 忙碌的一天啊 终于把咱们虎子的蛋糕给做好了 然后今天是8月15 怎么能少了月饼呢 也是专门给他们做了 这个紫薯的月饼 而且造型也非常的别致 还另外加了一些这个鸭胸肉 希望毛孩子们能够喜欢 刚刚发生了一件让我 又生气又开心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刚刚把咱们的蛋糕做好以后 就是拼盘已经拼好了 但是一转身的功夫 毛孩子们就上来 偷吃了很多 然后把我这个造型全给打乱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 咱们这个蛋糕做的非常好吃 毛孩子们也是迫不及待 想品尝一下 其实今天下午 跟我妈在一块做蛋糕的时候 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 我妈 就是她每一道食材 都特别的用心去加工 她把对骨子的关心 对毛孩子们 所有毛孩子们的爱 全部融入在这里面 我希望啊 咱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 应该也都一样 希望咱们的骨子 以后在农事的生活 应该是开开心心的 自由自在的 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毛孩子 都能够快快乐乐的 今天啊 是8月15 但是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月亮 因为我们这儿下起了小雨 但是呢 人生哪有不遗憾的事情呢 所以说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想就是作为咱们骨子的一个重生之日 今天呢 给骨子朝着过一个生日 现在呢 食材也准备妥当了 就把所有的毛孩子都叫在一块 一块给骨子庆生 庆祝今天的重生之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阿美 你一起吃蛋糕吧 吃蛋糕了 呦 乖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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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祝你前途光明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有个温暖家庭 今天你生日 送上我祝福 特别的日子 有灿烂的笑容 我们来相聚 带着满满的关爱 祝福你好运常败 点燃了蜡烛 许下你心愿 未来的日子 每个梦想都实现 唱首祝福歌 我们相亲又相爱 祝福你健康 平安 对所有的烦恼 说拜拜 对所有的快乐 说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 生日快乐 每一天都精彩 看幸福的话 而为你盛开 感谢观看